《新年代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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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往文第一次来台湾 是2009年 第一场表演在地下社会 我现在回忆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还是一样那种热情 对音乐那种热爱激情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可能住一样的酒店 然后我们还有一样的老的朋友 那么快的那种去翻篇了的 那种变化 做音乐这个方面来说 该你去慢下来的时候 这些朋友就是都还在 不是说一直在变化 所以这个感觉还是很OK的 感觉五年时间 然后过得就像一个世纪一样可以 其实心情挺复杂 五年了然后我们发了两张唱片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做了一张唱片 十万个为什么 第二个是在疫情快末尾的时候 然后做了一张薪酬任意 对我来说五年那种割裂感 多的那种复杂的情绪 其实都在唱片里面 中间也经过了可能三年的 COVID-19的这个时间 然后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在遭受一些 我觉得对于网文来讲 就是还是永远希望 给大家带来新的音乐作品 我想大家其实 都经历过那些 让大家最崩溃最痛苦的那些 适合的过去的这五年的 所有的那些经历 不管是痛苦的 不管是悲伤的 不管是带给自己希望的 我还是希望通过前两个唱片 它是代表了乐队 给大家一种希望感 这种希望 然后不是虚假的希望 我希望借助音乐的力量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希望大家 保持一个健康的 一个身体和精神的状态 谢谢你们 我们上次是19年的大概夏天 合了有四年零四个月 再来台湾 虽然说我也没来很多次 可能每次来只待几天 但是我感觉很清洁 我觉得我们是在一起的 像家人一样的感觉 我感觉这边做音乐的状态 我认为啊 就是都很认真 我说这个认真 很简单两句 但我觉得比我们 要更细致 这个细节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喜欢用这种方式 和大家认识和见面和交流 感谢我们的相遇 都是你不说话 因你的沉默 还填满我的心 我特别喜欢法兹 我觉得他们年轻 有充劲 那种感觉 我觉得都是那种直接 让大家鼓劲的力量 跟他们在一起演出 不管是在大陆 还是在台湾 我觉得都是让我感觉 那种情绪 然后直接 然后就会调动起来的那种感觉 做什么风格的音乐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真实表达 只要是你的音乐 如果真实 如果真诚 永远是 我们会链接到更多的 喜欢音乐的这些朋友 来一起 我们本身就是 特别好的朋友 大家一起在分享 这个共同演出的 这样一个时刻 一起演出 一起寒暄 一起喝酒 因为我们也一起演过很多次 然后在这个 我们不太过来的地方 比较陌生的地方 比较陌生的地方 一起演出 它是一个特别的冲击 刚有跟草东那个骨兽鸟人 我们聊到他们去大陆 看到Stika Jones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到台北这个地方 演出的那种状态 就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状态啊 因为我们其实前两天 一直在别的地方演出 然后到了台北之后 那种情绪可能会放大 特别的一种感觉 我应该最印象深刻的是 Lonely God 我记得我半夜听的时候 就听到哭这样子 就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比我之前看妖火音乐的现场 还要厉害 就是能量很满 整个在一个很迷幻的情境里面 第一次被音乐炸到心脏 只要有专场 我就是一定会去的 对 多来台湾 谢谢他们做出这样的音乐 期待我们的新专辑 谢谢你们音乐治愈了我 每次来台湾的时候 虽然地域有差别 我觉得其实最终在一起的还是音乐 大家都是有一种共同的喜好 共同的一种思维状态 共同的一种精神感觉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胖的朋友 但是我能感觉到大家内心的那种澎湃 这是让我感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很开心 很敬兴 很开心 演出的那种投入 大家能感受到的开心 谢谢台北 特别感谢音乐 能让我们可能能做到这一切 音乐是最重要的是 连接所有的人在一起的一个工具 一个思维 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东西 几年之后回来 然后再给大家演出 把我们这几年的音乐带给大家 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 新的朋友 因为音乐的存在 让大家还是 不管过了多长时间 不管跨越了多少地域 然后大家还能在一起 一起想和音乐 这是我感觉最欣慰 对我们的幸福开心 希望下一周的健康 为我们来感恩 谢谢你们 谢谢 导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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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